大家好,我们说过文昭这个人对于历史故事比较熟悉 但是他只会讲故事,也非常喜欢把故事同当今的政治联系起来 但是在联系的时候往往是驴唇不对马嘴 那么今天文昭又一期节目出现了这个驴唇不对马嘴的事情 我们再来揭露一下文昭的这个低水平评论 因为这一期节目做得非常的差,实在是看不差去了 所以就来批评一下文昭的这个水平 那么这一期节目他是在讲述说中国又出了一个红二代 站出来反对习近平 然后这个人叫马晓利在内蒙古的这个语言教学改革当中 出现了很多的抵触情绪 那么马晓利当初是因为在内蒙古插过队 他就站出来写了一封公开信 说希望中央不要再强行的推进这个语言改革这个事情 那么文昭就这个事情就发表了评论 说这就证明了红二代当中大量的反习的这个势力已经出现了 那么我们看一下文昭说的几个非常不恰当的这个论点和论据啊 首先呢一点呢 他说了 讲了这个马晓利的背景 家族背景 马晓利的父亲呢 以前是前陕西省委书记的这个职位 之后来呢又调任中央的这个不是中央了 是政协的副主席 那么政协副主席也是一个比较虚职了 其实也就是一个正部级的啊 你如果勉强可以算是副国级 但是基本上是个正部级的一个领导 相当于一个退位前的一个职位 他说他呢就算是红二代 那么你说他算他也算 说他不算他也不算 怎么算是红二代呢 对不对 但是他在红二代当中是不是比较有影响力的呢 文昭就说啊 说这个马晓利呀 比任志强有影响力多了 因为任志强的父亲才做过以前商务部的副部长 这边呢 好歹是一个正部 而且是地方大员 但是呢 我们知道当我们一般说红二代的时候 并不是指的这些地方上的一些领导的孩子们啊 包括这个省委书记 我们一般说红二代的时候 说的是在红一代当中 在中央非常有实权派的人物 你比如说这个刘少奇 虽然刘少奇后来被打倒了啊 但是当刘少奇的儿子刘元起来之后 实际上在中央的军委里面 刘元是非常有影响力的一个实力派人物 所以这样的人呢才算这个红二代 比如说邓家对吧 邓家现在势力在衰微 但是邓家的影响力还是不可忽视的 或者说比较弱一点的吧 杨尚昆 杨白冰 杨家 是吧 叶剑英 他们家族也是主要是把控着广东系 是吧 这些人物或者说贺家 是吧 这些人或者王震 他们家族都控制着现在的中国的军工集团 中国的这个重要的央企 都在他们的手里 或者说中信集团 对吧 这些人 那么马晓丽到底算不算 红二代当中比较有影响力的人物 这是一个非常争议的问题 我在这里不跟文昭计较 大家听这个节目 你首先就想一想 你知不知道马晓丽 你听没有听说过马晓丽这个人 是吧 你听没听说过他的父亲 如果没有的话 就证明他在他的知名度和影响力 就基本上是没有那么大的 那么这么一个普通的红二代 发表了一篇这个比较普通的公开信 也没有非常激烈的措辞 只是说希望中央能够重新考虑 对吧 也是人家内部的一个上书 这算是也不能叫内参 是吧 因为内参的话 他只是在内部渠道 他这个是公开化了 就是一个公开信 所以他并没有非常激烈的冲突 另外他也不代表真正的 这个红二代当中有权势的人物 就算咱们说个普通的这个杨氏兄弟 你想我为什么说杨氏兄弟呢 就像昨天在这个杨白冰 同志的这个诞辰100周年纪念活动 其中赵乐际作为一个中央的常委 就参加了这个活动 这说明杨家的这个影响势力 到现在还是很大的 现在很多人也知道杨尚坤 当时在政治斗争当中都已经落势了 对吧 但是即便这样 周乐际还会去参加他们的这个100周年的 他父亲100 就是杨外兵的100周年的这个诞生活动 因为杨外兵在军方吧 他是军委的以前的秘书长 证明人家这才是真正的算是红二代 是吧 你这个马小丽 咱们说句普通话 就是说普通的话 你算什么呀 对吧 你能够代表谁呀 你而且就是一个人站出来 你这个能说 能作为一个代表吗 是吧 咱们就问一问这个文昭同志 这方面差的太远 毛泽东的头脑过人的清晰 习近平的头脑是过人的糊涂 你现在就找不到习近平的支持力量在哪 他的外源呢 就是花钱买来的非洲拉拉队 还有三星二亿的普京 内源呢 大概就只有陈明尔蔡奇 这一帮所谓的枝江新军 他提拔起来的新贵 过去很多人认为 红二代是他的支持力量基本盘 但是现在看从任志强到蔡霞 再到马小丽 他在红二代当中的人望 也非常的差 一个基本点就是说 红二代 他说红二代在反习近平 那么你有没有做过统计 对吧 我们学过上过大学的 基本上都学过统计学 统计学当中 这红二代家族 真正的红二代 几十个红一代吧 就是这个红军里面 比较有影响力的 几大军区的以前的领导们 他们家的孩子几十个红一代 下面现在红二代上百个 是吧 你这个上百个你做过分析吗 这算是有影响力的 那马小丽这个算 基本上算是第二梯队 都没有影响力的里面 你做过分析吗 这都是上千个了 是吧 有百分之几十的 反的你这没有啊 所以文昭这个张口就来 胡说八道是吧 你也不知道人家内部 现在是什么样的一个势力 其实我们了解到的一些情况是 很多红二代实际上还是支持习的 他希望现在的政权是稳定的 因为尤其是面对这种 错综复杂的外国环境的时候 他希望内部是稳定的 当然他要保他的利益 对吧 你只要不清洗他们 但你也不要反习 他也不会清洗你 就是这样的 所以文昭这种就是 见了一个案例 马小丽写了一封信 就出来大肆吹捧 这基本上就是为了 网络的一个点击量 做节目也没得做 对吧 就是这样就出来 胡说 说了一半的没得说了 那看看他下面说了点什么 他下面就拿着中印边境 话题一转 就转到了中印边境这个事上 说在中印边境上 现在中国面对着是非常复杂的局面 那么习近平的决策摇摆不定 习近平也没有毛泽东那样的战略和胆识 他就拿着习近平和1962年的毛泽东 做了个对比 说习近平哪哪哪都不行 这个文昭就是有一个特点 他就是反正现在的领导 我就是一通批评 就是不管是从哪个角度上 我攻击你就行 是吧 攻击 只要找到一个攻击的点 我就像疯狗一样 我就咬你 是吧 疯狗一样 我就使劲地咬 那么 他是怎么说的呢 也算是军事新闻里的奇闻 就是号称拥有北斗卫星超音速导弹和隐形战机的厉害国士兵的主战兵器 居然是狼牙棒和青龙烟月刀 你说这算个什么事 我们下面讲两个基本点 两个基本点 第一个就是文昭的基本观点 就是文昭说 说你看现在中国也有超音速导弹 有隐形飞机 这个武器非常先进 是吧 却用长刀大矛 长矛大刀 在这个边境上跟印度拼刺刀了 这就说明了中国领导很蠢 这就非常搞笑的一个观点 就是他的意思就是好像是在笑话 中国到底有没有这些武器 第一点 第二点 就是中国有这些武器为什么不敢用 你这 What's the point 是吧 你这个想说明什么 难道有这些武器就在边境上 这个边境的区域冲突上一定可以用吗 我们中国有这个原子弹核武器 我们印度也有这个原子弹核武器 双方就互相轮原子弹了 对吧 你的意思是说 有隐形飞机 隐形飞机就带着原子弹就过去了 那印方呢 那现在也有射程6000公里的这个导弹 他也载着原子弹就往北京炸了 是吗 是这个意思吗 文昭 你这个就纯属搞笑了 你这到底是傻呢 还是坏呢 那么在这个区域 边境的区域冲突上中 双方呢 在努力的管控这个分歧 当然就是中方实际上是在努力管控 那么印方呢 实际上是比较想让事态扩大化 因为很多人现在在说 我们拓展一下 说这个 讲一下这个话题 本来我不想在这期节目当中 讲这个话题 这个期节目只是分析文章的 那么现在既然讲到这一点了 我就略微的拓展一点 那么这个印方现在实际上的意图 就是想让事态扩大化 就是有人说呢 印度实际上 哎呀 就是很傻 充当了美国的马前卒 美国跟中国 这个有矛盾 美国挑逗 印方来跟中国什么 闹事 印方就像一条疯狗一样来咬中国 实际上这个观点是不正确的 那么真正正确的观点应该是什么呢 应该是美国当了印度的狗 美国实际上是当了印度的打手 印度真正的想和把中国干下去 因为中国现在在制造业上算是大国 在整个经济体量上算是第二 那么印度呢 对这个两个地位都是垂穿三尺的 他想把制造业挪到印度去 那么首先要取得美国的信任 美国要支持他 那他就要这个交一个投名状 是吧 当年中国也是这样的 在1979年小平同志访问美国 给美国交了投名状 也就是说我打印度 打这个越南 一样的 现在呢 就是印度要打中国 把中国呢 干下去之后 或者跟中国的矛盾激化了 那美国真正的产业链 才会往印度去迁移 中国的经济才会下行 对吧 你这样的话 就是说边境一冲突 美国在舆论上 在政治上 肯定是支持印度的 是吧 只要你这一块一打起来 比如说两个 咱们就不多说了 就是两个这个正规师 山地士 中国的两个山地士 和印度的两个山地士 在边境上正式的交火了 运用了现代的这个热兵器战争 开始了 咱就不要说核武器了 就是地面战争 也不要说多么激烈的空战 而且是局域性的 只要这一开打 你想一想后果是什么呢 后果就是说 不管中国是被动战争 还是主动战争 那么美国进来的 一定是制裁中国 对吧 而且携着西方的团队 来制裁中国 那么中国在经济上 政治上 肯定都是不得已的 所以中国现在 是在避免这样的战争 那么文昭在这里很搞笑 我不知道文昭想说什么 文昭就说 你看用这个冷兵器 说明中国很蠢 中国真的蠢吗 对吧 中国的领导真的蠢吗 我觉得文昭 这个得好好的想一想来 你会讲故事 你会看历史 你会讲评书 不代表你能做好时政 那么我们 我也奉劝 听文昭节目的 这些观众朋友们 开动脑子想一想 如果你坐在中南海 你现在想怎么办 是吧 你想派三个山迪士 过去打印度吗 或者你想派无人机过去 斩首莫敌吗 或者你想用核武器打印度吗 真正的你想你能怎么办 或者说我不想分歧扩大 我就撤军 我后撤200公里 也不可能 综合来想 你只能让你的士兵 解放军守在边境上 不让他过来 用人墙挡住对方 这基本上是一个最优的方案 大家想一想 不用批评我 也不用先立刻去批评文昭 想一想 如果你坐镇中南海 你该怎么办 对吧 这是第一个问题 第二个问题 文昭说毛泽东 在1962年处理中印边境冲突的时候 是非常艺术化的一个方式 因为他趁着 他有国际战略眼光 他趁着美苏的古巴导弹危机期间 打了印度 然后打了印度 后来美苏的古巴导弹危机一结束 很快 因为两三个月就结束了 毛泽东也就撤军了 说明毛泽东很有战略眼光 习近平没有战略眼光 真的是这样吗 就是毛泽东盯着美苏两个国家 趁着这两个超级大国顾不过来的时候 咱们赶紧打赶紧打 而古巴导弹危机出现打的时候 他抓住时机非常果断的出手 一点都不等 该撤的时候 也一秒钟都不耽误 毛是有这个能力 他才能够在国际和国内政治斗争的惊涛骇浪当中 这条船不沉几十年 而现在的中共领导人 是青龙咽月刀加狼牙棒 既不敢发 收又不甘心 他既得不着实际成果 又招致周边环境不断恶化 就是这么一个效果 其实这也是中共内部不断的逆向淘汰 他的决策品质 不断劣质化的后果 毛泽东要看见有人这么学他 估计也会气得诈尸 从水晶棺里面蹦出来 真的是这样吗 文昭先生 是吧 你想一想 毛泽东当时打了印度 你觉得他很牛逼 是吧 那么打了印度之后的后果是什么 你知道吗 你知道当时打了之后 中国的外交是空前的孤立吗 美国写整个的西方集团 北约在批评中国 是吧 在经济上进行制裁 那么你现在也想这样走这条路吗 我们不光是打印度 在1950年打朝鲜 打南朝鲜 南韩 在朝鲜战争当中也是这个情况 当时基本上是毛泽东误判了当时的形势 是吧 就要出兵朝鲜 那么打完之后 也是孤立了十几年 到了六几年又打了这么一仗 你是想让习近平同志 现在也这样去见事就打是吧 像疯狗一样去咬人吗 毛泽东当时做的是对的决定吗 你觉得毛泽东做的是对的 你有脑子吗 你想一想对不对 如果你是当时的毛泽东 你应该怎么办 你真的应该打印度吗 你打了印度之后 关键你占领了领土吗 我告诉你 如果你看一看律师 就是毛泽东出兵打印度 打完了之后立刻就撤回来 反而使中国丧失了9万平方公里的领土 因为你没有占领了 不是说我打了 我占这地儿了 我好歹是为国家争取了领土了 没有你打了你撤回来了 然后印度就进军 把那地儿给占了 是吧 你这外交的后果和经济的后果 你都是承担不起的 所以文昭先生讲故事 可能讲得很好 是吧 因为有些听众就喜欢听热闹 他也不会去思考 再加上文昭先生也比较出名 是吧 讲一期节目 有期期节目做的还不错 我们得说文昭先生有几期节目做的还不错 但是你不能强行的将历史和现实进行比对 进行连接 并且借骨俯金 是吧 来批评当今 那么当今真的应该怎么做 文昭先生要想一想当今的政治 如果你想不明白 我觉得你起码给大家一个思考的余地 你在你的节目当中应该启迪大家呀 对吧 你说应不应该打大家思考一下 大家去查一查资料 对吧 你不能说我把你的观点强行的按给大家 这个是给文昭先生的一个小的建议啊 所以呢 这个今天的节目呢 就到这里 我们呢 也比对了一下 这个用了文昭先生的一些视频 进行了一些比对 希望文昭先生呢 也能看一看这期节目 谢谢大家